世人都知道冷战时美国的登月行动 殊不知美军登月前还深入地底 在地心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有另一套生态系统 闪电肆虐满地巨兽 让人伤亡惨重 美军被打出心灵阴影 因此才雪藏探索地心计划 然而事情还不算完 20年后当年死难的探索者竟然又回来了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民不满 今天继续与大家介绍 帝王计划怪兽遗产的第九集 经过前几集的注水之后 这集终于干起来了 故事并没有书接上集 而是讲起了1962年爷爷本的故事线 主角有三个人 凯特爷爷 凯特奶奶和大兵 他们正在参与帝王计划 目标是研究巨兽 凯特奶奶在一次行动中 不幸掉进怪洞 死不见尸 只留下他年幼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凯特爸爸 大兵像叔叔一样疼爱他 把自己的随身小刀送给他 算是个安慰 大兵真想留下来多陪会儿 但上集安排他出新任务 不得不上阵 自从凯特奶奶调动之后 帝王组织对怪洞的了解 越来越完善 凯特爷爷研究发现呢 地球内部还有另一个地心世界 地表之所以动辄出现一些巨兽 就是从地心冒出来的 而世界各地的怪洞 正是沟通两个世界的通道 你想不想知道 钻进这些怪洞会发生什么呢 美军反正特想知道 他们认为 地底世界将是美苏争霸的新战场 于是发起一个杀漏行动 旨在探索地心世界 这时距离美国登月 还有将近十年 美军甚至觉得 太空都没那么重要了 把大量资源投入杀漏行动 他们造出一台登陆舱 让四位探索者坐进里面 准备冲向地心 大兵就是其中一员 不过怪洞可不是随便一跳就能进的 大部分时候 怪洞并不稳定 没法进入 只有地心巨兽钻出来时 怪洞才会暂时开放 没关系 帝王组织已经研发出一种 诱饵专门吸引巨兽 诱饵才刚启动 就有头巨兽上钩 随着它越来越近 怪洞也越来越稳定 变得可以通行 军方也没想让怪兽来地表 大天杀戒 于是有关闭诱饵 让怪兽信心而归 这使怪洞仍是稳定状态 军方于是倒数十秒 降下登陆舱 天安和计划出入得有一点大 凯特爷爷是这次行动的科学担当 阿姨傻里也完全研究不明白 这事最糟糕的后果 人死了 钱没了 科学结论也被推翻了 军方最高层断定 这场灾难伤亡惨重 劳民伤财 从此不再给帝王计划提供资金 换句话来说 帝王计划要终结了 凯特爷爷不敢接受 觉得现在放弃 之前的牺牲就白费了 但军方的将军也很自责 俗话说 宣战的是老头 战死沙场的却是小伙 他认为大兵是被自己害死的 不能再害其他士兵 他还劝凯特爷爷放弃 你看帝王计划已经害死凯特奶奶大兵 如果再把你害死 凯特爸爸不就孤苦伶仃了吗 这话好像在里 凯特爷爷也不再拼命了 转眼不知多久过去 人们突然得到消息 大兵友回来了 他被关在专门的隔离室 要经受层层检查 确认安全才能放出去 他大喊要见凯特爷爷 说了也怪 这儿的医生护士全是日本人 也不知是不是不懂英语 反正呢就是不照做 大兵一怒之下 开始绝食 一位护士给他送来食物 而他只能恩将仇报 劫持了对方 他闯遍整条走廊 终于遇到个会说英语的日本男人 对方语出惊人 竟然宣布凯特爷爷已经死了 现在是1982年 美国早就登月成功 距离大兵吊怪洞失踪 已经过去了20年 这里是帝王组织的中心医院 而这个成熟的日本男人 竟然就是凯特爸爸 他到底还拆着大兵送他的小刀呢 你们肯定好奇 为啥凯特爷爷是白人 而凯特爸爸和凯特自己 又是日本人呢 因为不是亲爷爷啦 总之呢 大兵是万万无法接受现实 从他视角看来 自己只是刚刚掉坑 怎么一出来就20年后了呢 凯特爸爸也很不解 因为大兵失踪了20年 身体却一点没老 还是当年的样子 总体来说 他俩还是互相信任的 因此可以平心尽气 好好聊聊大兵的遭遇 大兵回想 刚刚掉进怪洞时 仪器全部失效 他们四人跟地名失联 天地颠倒 登陆仓闯进一片离奇世界 遍地都有七彩辐射光 四人里有一个当场丧命 另三人举行草率葬礼 准备按计划开展科考 然而变故突如其来 一头巨型的恐怖生物来袭 现存的三人慌乱跑路 没想到满地都是闪电 其他人都被劈死 只剩下大兵一人 在变尾声时 来时的怪洞开始坍缩 吸走一切物质 大兵挣扎不住 又被原路吸回 再醒来时呢 已经回到地表世界 但你说离谱不离谱 这儿竟然不是沙漏行动的基地 而是日本的一处森林 时间也过去了20年 凯特爸爸插话说 那片森林正好有座古庙 纯说它是一道界线 分隔着阴阳魔际 大兵振奋起来 啊对啊对啊 这代表很多古代神话是真的 不如咱俩一起调查真相吧 然而凯特爸爸当头浇了盆冷水 因为凯特爷爷生前 就信这些传说 结果先疯了 后死了 他可不想不后尘 他认为过去30万年来 人类和怪兽一直互不相反 都怪大兵他们仨惊扰怪兽 这才有了那些灾难 在他心里 大兵一行三人早就死了 他绝不会再跟大兵合作 他拂袖而去 把大兵关进一座疗养院 名为保护 实则软禁 大兵年纪轻轻就在那儿 被迫养老 不绝间30多年过去 他和邻居都变成老头 他的雄心也渐渐沉睡 后来天地巨变 电视里又出现 巨授暴走的新闻 大兵握着安眠药的手 渐渐握成了拳头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凯特来请老年大兵出山 一老一小再次踏上冒险之旅 凯特一路上经常纳闷 这个老头只命年纪90多 体格怎么比70岁的还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 因为大兵去地底世界 扎了个来活 地下才一个星期 地上却过去了20年 这个老头的身体年龄 确实在70左右 再往后呢 就是一到八级的主线剧情了 简单来说 凯特和大兵一路调查怪洞 逐渐产生一间分歧 大兵认为怪洞极其危险 遇见一个便要炸毁一个 他的炸弹确实能让怪洞坍缩 但凯特觉得 他一次有些太极端了 赶过去阻止 上集呢 他俩在一处怪洞旁发生争执 结果天塌地线 有三个人顺着怪洞 调进地心世界 他们分别是大兵 凯特 还有个叫小梅的女队友 地面上的也有些队友 但是因为怪洞被炸弹摧毁 一时没法救援 他们仨得靠自己了 说来有些讽刺 大兵是这仨里面体格最好的 他最先在地心醒来 主动寻找其他队友 小梅醒得稍晚 居然不知脚下滚动着闪电 要不是大兵把他扑倒早垫死了 大兵抓上小梅 在电流中狂奔 这种现象十分奇幻 但有迹可循 总是先有几束电流汇集在一处 然后炸成一团 直冲云霄 大兵逃出电区之后 终于有时间跟小梅解释原理 怪洞被炸后会发生坍缩 而他坍缩后 又会在地心世界生存这些电流 电流总是从地面往天上炸 人被劈就会死 大兵太了解这套规律了 毕竟他当年来这时 那些队友就是这么死了 现在他跟小梅已经基本安全 只剩下一个目标 找回凯特 凯特摔的位置就有点偏了 跟另外两人分隔两处 他正闪着地狱一样的红光 由头巨手忽然而至 正是某种丧尸豪猪 浑身尖刺 年糊垃圾 口气惊人 豪猪先是让他转了一圈 仿佛不想攻击 可没想到又突然猪突猛击 生死关头一根弯剑 第九集到此结束 不出我们所料 凯特奶奶果然也没死 他早些年掉进怪洞 在地心世界摸索出生存方式 虽然地表世界已经过去60多年 但在这儿估计也就几个月 所以呢 他仍然是年轻的样子 这下个好 凯特看面相大约30岁 凯特的奶奶大约40 大便跟凯特奶奶同辈 但直面90 身体骑士 以后凯特就管奶奶叫姐 奶奶就管凯特叫妹 至于大兵呢 恐怕凯特和奶奶都得管他叫爷 反正咱也别管备份了 怎么得劲怎么叫吧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案fans 咱们下期再见